好 開始你的分享吧 在工作崗位已經快退休了 再有兩年就退休了 生於1967年 那個老公是比我小一歲 他是人民教師 但是他已經早已經下崗了 就是那04年吧 他們有一批退休了 他就退休了 這麼好的配置 這個長大了 不是當老師就當醫生 我們倆結婚以後有一個女兒 我的身體狀況吧 我也沒啥沒啥問題 我自己覺得沒啥問題 因為在咱們這個壁骨音訓 我分享之後就是身體沒有啥問題 但是我這個桌呢 桌的是老公桌的一身病 就是他的病好多 可能我這個也會桌 沒給自己桌病 給老公桌病了 對 你老公有啥病 講講 老公就是高血呀 那個胃病 萎縮性胃炎 就是還有那個煙炎 還經常這個嘴辣 他這個嘴是不是就要辣 潰瘍 是吧 人家說那個不是潰瘍 那叫什麼 炮疹性 口腔炎 是炮疹性什麼炎了 反正是病毒感染 他說的 這個我得插一句 就是你為什麼認為是你給捉出來的 你老公的病都是你給捉出來的 你給講講這個 我是覺得有些病可能是他自己的問題吧 你來講講你怎麼捉 我分析一下 是不是 那你就刀刀給分析一下 我是自己認不法 對 不要自己給自己貼上標籤 不然成了負擔了 對吧 本身可能不是你給鬧的 最後你說你老公全然 那沒必要 你來先說你怎麼捉的 那你行嗎 那個我要分享的就是夫妻關係和親子關係吧 就自身健康呢 我覺得是不錯 那個我就不分享了 我也沒有什麼大的 就是那小毛病那些就不算了 那個做的就是這樣 我是這樣想的 就是我們結婚呢 就是我倆都沒有啥感情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我倆呢 是我們的父母呢 是房前房後這樣的鄰居 就是我倆從小呢 就是娃娃親 老人給你定下了 就是你的女兒就找他的兒子 因為他呢 家裡面是兩個女子 兩個姐姐 一個妹妹 他是一個兒子 我們家裡面是三哥哥 我是一個女子 一個女兒 所以我倆就從小就是一個定經 好像是 她的那個以前的那個愛人 我喜歡我的以前的那個 所以說我倆就沒感情嘛 對不是 這個很有點意思 可以說這樣 就是結婚那天就是從床一夢 從床一夢 從床一夢 所以就是說那個入洞房那天都沒有幸福的那一刻 所以我就想著離婚 是不是 從入洞房那天就想著是離婚 為啥都沒有離 可能就是咱們那個六零年出生的 就想這個 哎呀 離婚吧 不好看 在那個時候的老人都在世 覺得是老人這個 怕給他們的打擊太大 所以就一直就這樣 僵就著過吧 其實過到現在 就是在我們結婚以後呢 你看我們結婚 我的冬天結婚 第二年我就出去進修了 我就走了一年 我就去北京那個河北省醫院 我就走了一年進修 就是逃避吧 進修回來了 還是感情還是如以前一樣 所以我們三年以後才有了我們現在的女兒 有了這個女兒呢 我倆這個婚姻還是不行 我倆就打架 打架人家那個一米七幾 一米七幾吧 反正各的 我那一米六 所以打過人家 那個她呢 抓住我頭髮 打我 我呢 我也就想辦法呀 我也不能讓她打呀 她那個 咱們過去不是有那個小暖壺嗎 在她那腳關起來放 她在那個沙發上看電視 我就把那個暖壺 砰 一踢 把那個她的腳燙了 哎呀 這個呢 就是說我們不學這個 我不知道 現在學了 我都不能看著那個腳 那個腳背都燙得 現在都有那麼大的疤呢 哈哈 哦哦哦哦 就是 那就是屬於很嚴重了 就很嚴重了 那個 把那個硬暖洪水的 都慢慢的硬暖洪水 這個踢倒一下 它就 它會防不住嘛 我一下踢倒 給把那個腳一燙 所以在那個心靈深處 可能是永久的疤痕 這個就是 那之後再不敢打你呢 是吧 哈哈 之後 之後 哎呀 之後也打了 可能打也可能不像那樣的打了 之後我倆就不打架 不打架 我倆就冷戰 冷戰 冷戰怎麼冷戰呢 就是 冷戰那個 因為啥冷戰 可能也忘了 但是 好像那天 我和我女兒都因為啥說了個 說了個什麼話 我就給我老公說了 我說 你看 這個女兒這個性格就是跟了咱們來 咱們可能那個年輕的時候沒把這個家庭弄好 她說 是呢 就是 我記得可清楚了 就是 我那會兒給我老爸買了一個襯衣 你和我打了 就是你和我冷戰一個月 而且呢 把這個襯衣 他給他爸的襯衣給了 然後我把他的襯衣說燒了 他就這樣給我說 你把我的襯衣燒了 然後你還燒了我126塊5毛錢 人家給我說的 哎呀 他一說 確實就是有這回事 那會兒我們做的情況 就把這個放在火爐裡面燒冷了 然後我倆做飯 就各做各的 就是這個鍋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做熟了以後 這就是多少年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幾年 就是時不時就出現了 就是你們結婚以來 就是又冷戰又那什麼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飯 對 自己做自己的飯 然後他愛吃那個蒙面 咱們當地那個蒙面 做時候那個蒙面了 我就熱的時候不敢抓 等他冷吃 我就拿手一抓 把那個蒙面都抓了 所以他就不吃了 我倆就這樣冷戰冷戰的 冷戰到現在 還有那個 後來不是 我也在咱們那個兄弟營也分享過 桌著桌著 後來我下班以後 人家把衣櫃裡面的東西都拿空了 還有 我一看這不對了 這個不能這樣了 但是呢 想見自己是有問題 但是也找不到這個問題 是出在什麼地方 老是覺得老公那也有問題 我也有問題 就是說 不會向內求嘛 人家把衣服拿走了 這個我就又不是著急了嘛 著急 我就找那清除那些 再看看怎麼怎麼再桌回來吧 我是後來又分享了 桌著桌著 老公已經就40多吧 已經就沒有性功能了 把這個也桌沒了 沒有性功能的同時呢 他還在外面一個也和他的 可能是這個女的吧 我覺得可能是以前他倆是談對象 這個裡面呢 其實也有我的煩惱 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他桌的和這個女的有了關係了 我都不知道 我在咱們這邊上班嘛 他在烏海嘛 人家有一天 人家那個老公就來在我們樓下了 哎呀 把我嚇一跳 給我打一個電話 他說 你管不管你老公了 我可是在你們樓下了 你老公現在回家了 你如果說你不管 我就上去 我把他造死 弄死 哎呀 我說這發生了什麼事啊 這是 那個是冬天 就是最近 應該是前四五年吧 這個我也記憶 外面都下了大學了 哎 我老公人家起來穿上衣服 他就說 哎 我要出去一趟 他可能聽見這個電話不對 他出去 他出去 他就把手機關了 哎 我和他失去聯繫了 至於出去發生了什麼 我不知道 人家把手機關了 然後後來呢 他一直這個電話號碼就沒用 人家走出去以後 又換了一個電話號碼 把我心急的 我這半夜走出去了 而且打了那麼一個電話 我也聯繫不到他 我就聯繫他那些姊妹 要聯繫一下 後來人家就是換號了 換號 我也就把這些情況吧 就和他那些姊妹說了一下 我說這個就這麼個情況 你要說離吧 我也不想離 因為我們這個女兒也這麼大了 比女兒的印象也不好 在一個老人 雙方老人那個時候都在世 覺得也不想讓他們受到太大的傷害 因為他們家一個兒子 我家裡面一個女兒 儘量讓這個婚姻再讓他圓滿起來 經過眾人的勸河 就是我們這個婚姻呢 就是沒走到那個邊緣吧 魅力紅 我剛才說了 就是剛才那個他找小三的那個時候 我也挺煩惱 你說人家和我失去聯繫了 都一個多月可能大概也 我在外面也要找帥哥呀 我也不能把我自己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 都有下家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覺得該咋說呢 我覺得男人 不是 你是這樣的吧 你覺得那個時候好像 這是一種報復 好像覺得也很正常 是吧 也不覺得好像也算一種平衡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能理解 能理解 你當然是當時的那個時候的認識 是啊 我覺得那是 你能找別人 我也有喜歡我的人呀 我就這樣想 其實當時想也很正常 就是這樣 這就是過去我們做的做到這個 一直到做的做到這個 就是說不管是做什麼 反正是過去的紅營就是這樣過來了 每天跌跌撞撞 跌跌撞撞 平時電話打的也很少 一直到了就是2021年 正月醜物吧 我們家裡面又叫人吃飯 就是我的親屬 都是我的親屬來吃飯 吃飯呢 就是咱們做的那個核桃硬四盤 酥雞 丸子 爬條肉 最後一個大會菜 就做這個大會菜的途中呢 就是下面有點鍋底有點糊了 都是人老公做的 有點糊了 我就有點不滿意 我說你看你這個人啊 來人吃飯 你不說把這些看的都做好 怎麼水添的添的少了吧 那糊了 你就不抱歉 你拉得那麼長 我還在那兒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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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喝了點酒 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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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做的 你不做 你還在說我幹什麼 要不你來這兒喝 你又不喝 你又不做 他在那兒說我 我呢也是回忌他吧 你一言為語說的這個飯局也沒吃成 就是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吃飯的親屬裡面有一個在咱們這個文化裡面學的呢 他說你這個不對了 人家老公給你做上飯 你都不去表揚 你還在那挑刺呢 雞蛋你還挑骨頭 那挑不出來呢 我呢當時也說的 那你就把我拉下來 我聽一聽吧 反正這個飯局也找了 我也就是可能也是一個最好的緣分吧 那個時候我就走進了咱們這個聖夜營裡面學習 學習開始也就認真的聽課 做筆記 我這樣挺愛做筆記的 你看我在平時都寫的挺多 對吧 都寫得最多 每天聽課都寫 聽課都寫 像你說的那個相信相信的力量 什麼 你還那天說了個什麼 然後光修不列等於狼來了 我都寫的嘛 都挺愛做筆記 就是從這個 建了這個平台以後了 我就想的是個 可能是自己做的吧 把老公做的就是衛兵 還有這個爺爺 我覺得人家結婚時候一直都挺好的 現在怎麼就 有了這些 反正自己給自己生上去過家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這個肯定是因為跟你過日子成了這樣 但不是全是你爛鍋自有爛鍋蓋 其實這個事兒 你咋說呢 肯定都互相有問題 但是你有你的一部分原因 也有他的原因 但是至少病在他身上 理論上來講應該是他的 你要是不是從病這個原理來講 還是他自己要得的 一個人其實這個話題 我們有些人 我們來這裡學習 我稍微多講兩句 就有些人會自責 就是說你看那個老公真的很棒 我之前還說的那麼多的病 不用自責 因為這個事兒 我們看完破疫疾病的密碼 看過這個走出心靈地 你就會發覺他想得病才能得到 就是說反過來講 我們任何一個人 你有了身體有了問題 你現在我們可能都明白 你不可能是因為某個人把你折騰 對吧 是你 你的潛意是你一道次的 你的病其實在一定意義上 只能是自己得 那反過來 你不想得病 那就是算你怎麼捉 你怎麼折騰 你怎麼弄 他也不會得 那反過來我們自己也一樣 別人怎麼弄 怎麼折騰 你要是這種心態都很好 也不會得病 所以肯定是因為跟你過日子 你的原因也在不 不能今天把這個標籤撕了 不能說是他是好好的 我把給他折騰了那麼多的病 是他有他的原因 你肯定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有你的問題 只能說是爛鍋自有爛鍋蓋 記著這個概念 或者我們那個話叫什麼 狗咬狗 是吧 所以說不清楚 哪個是好狗 哪個是 就這意思 所以不需要 他肯定有你的原因 好 你繼續吧 繼續啊 繼續 還有就是咱們不是5月17號那個畢谷營 我想去嗎 想去 我就13、14號我就開始做這個工作 想讓人送一下 老公 我也想去 你想去死 他又來了這個話 我就有點不開心了 不是 我說怎麼了 我學了這個 想去天天課怎麼去死 那你倒是不學這個 你看你高學壓 我就把那點數立點 然後我就喊說那個 我說你看你的姊妹 乳蟹癌 她的姊妹 兩個子宮癌 一個乳蟹癌 一個疑蟹癌 她姊妹就這麼多 我接了一下就傷疤 所以特別痛呀 把我拉黑了 她把我那個微信上拉黑了 對 這個拉黑了 那咱們17號咱們要去那個訓練營 我就去著急嘛 這不拉黑了 我就這樣想辦法了 我們那個公公在那個敬老岳 我就在打了個電話 我說那個老公 公公今天肚子疼 腿疼 你看怎麼辦 這個時候她就肯定不是說壞了 好幾天沒跟我說話了 不是 我說17號想走嘛 她說那你去看一下 我就去看了 我說那個怎麼看 你說買什麼藥 她說你去看看看哪疼了 你就去弄點藥了 哎 這就找件理由了 我說你能不能把我移出那個黑名單呀 我說我看看我老公這幾天啊 加了這個黑名單成了啥樣了 可能這才成不像樣了 我開個玩笑 她說我不想把你移出黑名單 我說有多大的仇恨呢 這不至於吧 那一會我要去看這個敬老岳 看這個公公 我要給你拍視頻了嘛 她就沒辦法 把我移出黑名單了 你是這一期 就是咱們前幾天那一期 1月17號 就是你從哪年開始學的 去年 21年正月初五 21年就去年正月 去年正月初五 你是去年學完以後到現在還是這種的 常常的病 肯定有犯 但是犯了病以後 就是能在短時期以內又把這個能調整 不是不是 你說的這個犯病 意思就是這種改善了很多 是這種情況是算比較特殊的還是也是常態化 我覺得是常態化 那你還是 那你做那些筆記給誰看呢 是啊 女時候就是刀刀說的不由人嘛 好 你繼續 我現在就是說削了症這一年多 就能把這個事情做錯了 然後能把它很短的時間又把它做回來 這已經我覺得有一點進步了 對 之前估計又冷戰 又那個你也不需要跟它商量 拉黑名單可能就拉一段時間吧 它也不會那麼快就能接受你 這不又把這個事情做回來以後 那邊整回來了 整回來那邊又去送了 5月17號那邊又高高興地送我們去病危 然後19號那間不是聚會員結束嗎 結束那邊又去完結回來嗎 那你還要怎麼樣 挺好了 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為了見了這個平臺 一個學習的一種變化吧 要以前真是不可能 繼續和它冷戰 難得理解 對 你們之前 對 你不會一會聊吧 我之前挺奇怪 你們這種還能過得住 然後還 是啊 那應該有20多年了吧 女兒都28了 快30多年了是吧 30多年了 挺厲害 挺厲害 就是直到去年 就是過年的時候 還是那個樣子 也就是30多年 就是 就是那種水深火熱 或者就是那種 氛圍裡邊活著哈 對 忽冷忽熱忽冷忽熱就是這樣的 對 對 那我挺佩服你 你身體還好 然後 對啊 我們就會整 我愛跳舞 其實我這段心可大了 我愛跳舞 主要是愛跳舞 一直就喜歡跳舞 喜歡娛樂 可能這個也有一點關係吧 有什麼煩惱出去跳動 我和朋友親戳的東西 也就沒事 就是我那會兒說 你不關注在家了 然後 也就 也就不重要 也就對你影響不大 對 影響不大 嗯 這跟老公 那天我看著了好像 那個 就那天接你那個 看人家長得也 長得也挺好 也那個啥 沒有配不上你的那個成分 我感覺哈 真的看不上 那個老公現在 整體還整得挺好 是 那把你車接車送 那現在可以 那跟孩子 聊聊跟孩子的 嗯 就說現在的變化吧 現在的老公那個啥 我就是找人家的優點 現在就跟他回來以後 他就那天回來以後 銜櫃上一個螺絲掉了 一個螺絲掉了 我想他可能主動要看著一點點一下 他頂上去了 我就從這一點一滴 去表揚人家讚美人 我說老公您這個螺絲 你咋看起來了 你看那麼 眼睛那麼大了 能看見這個螺絲掉了 我成天在這個家裡面 都沒看見這個螺絲掉 我現在就是找一點點理由 也會表揚他一下 再去我們那個門上有個指紋鎖 指紋鎖那個電池不足來 人家也是給你安好 老婆我都給你安好了 我怕你沒電以後 你自己不會安什麼的 就從這一點上 我也會欣賞人家 在這些人家 我們這個老公其實也是挺好的 他是自己買衣服 自己在快手上 從裡到外的衣服 都是自己買 然後自己洗衣服 自己做飯 這些都不用我管 他給你洗衣服 是吧 洗了 唯獨是不東地 不拖地 地是不拖 還不滿意 還不滿意 還有那麼一點點不滿意 不拖地 自己的東西 自己都做得挺好的 現在走天行街 他也挺愛鍛煉 他覺得每天也是走一萬多 有時候走兩萬多步 還有回來時候和我一起走呢 我倆就走得也挺輕鬆 你特別的輕鬆覺得走開 走了時候 現在他走路的時候 我也是插著他的胳膊 也是就是我那天跟你說 我就跟他唱的那個 老公老公我愛你 如同老鼠愛你 愛你愛到心坎裡 心中的白馬王子就是你 我就在他身邊唱 自從學了咱這個以後 我覺得反正每天挺開心的 因為剛才吧 就八點多吧 他又給我打了一個視頻 電話的 又問你老婆你在幹啥呢 就以前嘛 那也不可能 以前一天可能也不給你打電話 現在只要打就是視頻電話 互相要聊一聊 看一看 其實也沒有啥大 就是問你吃了什麼了 吃了什麼 你幹啥去了 也就是日常這些 也覺得是互相想 想見這個人吧 對 已經就是有很大的改善 現在也不是那種理論上的什麼欣賞 跟那個鼓勵了 就是也從內心的開始看到了他 確實看到了他的那種 剛才講的那麼多 人家做的那麼好的事情 而且從內心可能有了改變 那人家上次那個從烏海那個回來 就是520那天 那你給我買的這個項鍊 你看這個珍珠項鍊 以前都沒給我買過 以前沒買過東西 以前都沒給我買過 因為沒買過是咋的事 人家給你買了你不喜歡 以前就是他去西藏那些 都買過那些練練把戲那些東西 我就是買這些幹啥 你又不會買你瞎花錢 這次不一樣了 我就誇他半天 我老婆你哪知道我沒這個銷量 你以前就是有這麼個珍珠項鍊 但是你讓咱們閨女帶的不是丟了嗎 我又給你買了一條 哎呀把我高興的 我就誇他 你怎麼知道520還給老婆買這麼一個東西 不管是東西多少吧 主要說這個人家有這個心 他也在他也在改變嘛 還有這個最近我老公有啥 買菜都是明天吃啥 都是晚上八點以後那個超市都有打折菜 他就去買那個打折菜 他那天說的你看 你看我兩塊錢買了五斤土豆 昨天又給我說的 三塊半買了半拿西瓜 每天就是八點多以後他就買那個打折菜 咱們那個超市就八點以後 不是就開始打折 哎呀我這個老公怎麼現在 怎麼這麼會節約了咱 可能以前也有 主要是咱們看不見 主要是看 對對對 主要是以前你眼瞎了 對 眼見被周圍蒙著了 看不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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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